有很多东西都是不能被忘记的 就好像有轨电车的叮当声音 虽然不复存在 在这座城市的记忆中 它无法被遗忘 因为它是上海历史的见证 经典的象征 因为它与过去的生活有着太多关联 更重要的是 它承载着老人们一段难以割舍的往日情怀 电车叮当一路驶来 那样的缓慢 那样的从容 铁轮载着木制的车厢微微摇晃 而过往的岁月就在车窗外伸展开来 上海的街头 很忙和喧嚣 那无声的油轨电车模型 似乎还见证着这座城市的过去 模型是沉默的 但却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那些电车叮当的路子 1908年就是这样一辆油轨电车第一次行驶在了上海的街头 它吸引了无数上海人好奇的目光 为了信更多的乘客 电车公司想尽了办法 除了提供免费乘坐 张贴广告化之外 还为电车请来了乐队 上海似乎与生俱来就具备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 很快南京路淮海路 外滩都响起了油轨电车的当当声 就这样油轨电车走进了上海人的生活 也融入到老上海的都市风情之中 小时候呢喜欢乘那个油轨电车 因为听到当当当当的声音了 好像有节奏的是吧 那么我后来我帮了两个地方 都靠近那个油轨电车的嘛 我早上跟晚上都听到 听到这个声音好像就很清晰的 太阳从浦江上升起 叮叮当当的电车铃声 唤醒了熟睡的城市 对于驾驶员来说 这铃声是属于他们的艺术 他们的音乐 直到今天 两位在电车上工作多年的老先生 还能描绘出当年的精彩的踏连声 有种艺术又能够靠着糊涂来了 像是放音乐一样 他能够靠着糊涂 有种老的艺术嘛 有两个机车 等了好个日落好听下 音乐我也一样 有些手 当时能够踏出好听铃声的驾驶员 也特别受到陈宁客的欢迎 一个人说嘛出汽着少爷 三年开啥出汽着一种老城开的 哦 没没人来了 特别是两个呢 刚刚我刚刚行的一个呢 一个开个出汽 这个出汽来 铁都载死 载得没来 一个长得老漂亮 电车隆隆地驶过滚了 驶过老上海那段搭乘电车的日子 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路上 有慢慢开过的电车 跳上跳下 也成为那时候一种独特的 上下车的方式 那天就是山路地车 累日到累后出来 他是一个外人 他这个车子的高气满满的 是跳上跳 他这个车子的高气满的 他一百八五年 他就没有 比方说 出什么车子的车子的车子的车子 出什么车子的车子的车子 你车子的车子的车子 你能够跳下去 开开开开 开开开门开开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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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没票嘛 开门 当当有成的电车 已经退出了城市的街道 但卻沒有退途人們的記憶 今天那些曾經在電車上 工作過的老人們又聚在了一起 談起了過去的生活 聽十五歲就進場工作的 楊老先生說 那個時候進電車公司 絕對是個金飯吧 我進公司的話進來 然後你對人的話要考慮 一開 龍幾歲啊 我年一歲 龍大人年一歲 那他跟人家幾乎人家 一米八 也不相信 龍七太子牛皮 龍外妻 阿拉伯手 是一年再來 沒辦法呀 我跟人家找我找外妻來 外妻是他一個人 我弟弟是在家找進來 那麼我跟人家說 咦 沒空白熟嗎 咦 我三年兩日找人家 那時候開到那個 我開到的呀 我一年幾都來過 這個人家說 我差小 學你了 我給你一道 剛剛那時候不講了 沒問題 那人家只能學到 那麼我找進來 這個人家說 我正好是三年十二年 新員工被錄用 也並不是馬上 就可以開始工作的 還必須經過 嚴格的培訓與考核 除了背書票價之外 售票員還必須懂得一點 楊晶幫英語 有一個人家說 經過當時有兩句 就是法蘭西 法蘭西 法蘭西就是法文的 比如說阿鐵 叫幫兜 是吧 什麽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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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巴西亞 叫巴斯莫萊 它都是有法文的 有一個馬票 我都講了幾句 楊晶幫英文 就把阿國人上來了 上來了 英社英社 也就說不定了 就英社 也就叫做理想法 那麽麽講了 叫你英社 不英社 一中文了 他說 查票研究 要去理報的 或者叫做理想法 那麽去 那麽格拉門口 都把手票回去嘛 要向我報告 電車上的工作 是枯燥而艱辛的 而且還隨時面臨著 被解雇的風險 當時 法商電車公司的規章 就多達57條 製造的都別處 三地三十分 法廚 壓力也別處 三地三十分 經常 這是什麽情形啊 法廚人管 我們製造的 去到斗路 製造的 到這個斗路 去金額裡斗路 斗路 斗路 不斗 我去路 等了別的 出自來 讓人上去 等了出自來 門口 你不讓人去 要請我吃吧 拿得行 那這個法商呢 古今的法商呢 是旺個字 英商呢 是八個 英商是八萬一 那是旺個 大肩膜 毛子就在那裡 大肩膜 育動吧 像我公話 古今十八歲就 沒動的 是吧 毛子能說 像那大個毛子 古今 真是沒生啊 像那花大毛子 那一塊金額 哪個人可以去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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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穩這份金飯嗎 也的確不是一件人物的事 在繁瑣的工作詭章中 不但要求售票員 完成售票任務 注意自身形象 為了車廂的環境 售票員還要提醒乘客們 注意自己的衣著和行為 當日就是 去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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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出 各個家與私人員 就呼了 是吧 嗯 去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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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quoted 去外面 上不要踢哪個呀 當日上不要亂了 是不是 來個娘 對不起 這個娘還不能抽 你看 再回去喔 最初 有軌電車的車廂也有等級之分 三等車廂的票價 要比一等車廂便宜上一半 看著照片上的老電車 陳老先生向我們介紹起了 他所熟悉的電車車廂 大約突然這個洗頭水斗燈 這個水斜燈 把便宜就連了這個門 連了這個鐵門閉爛的 鐵門閉爛的 這個呢 鐵門閉爛的 最有靠的這位置 耳朵呢 最有靠的這位置 都說呢在這個 它的位置呢 兩把三個 當中呢 它是這個 那高峰融光呢 就是沒用機感 分了等級的車廂 比較不同的人 分隔在了不同的空間 都說做過木啊 都說做過空啊 都說做過空啊 都說了 都說法 都說了 都說了女性 就大概十幾個年 正六個年號稱 這熱血在西藏 碰下的他那老鄉 特別人啊 阿骨里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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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人呢 四丑路到阿鐵這個兩扎人都去 這個山燈底下呢 做營來乾脆的人 做小山魚啊 高峰就是問一下 整個營上 問一下 一人的清潔上 飄飄的樣子 這個營餐那個 路上那個 都是原器的 是吧 原器的 西幹位上 都是保密的 保太棒了 每天早上八九點鐘 職員們也趕著要搭乘電車去上班 這個時候 電車上總是擠滿了年輕的上班族 在外灘銀行工作的吳老先生 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我到林安去中擠滿了 西末子 睡著 有的人是一套的西裝 有的人是兩隻的西裝 中擠得很挺的去 而且現在很注意 上次的錯嘛 就是 給空一點 早一點 稍微空一點 那麼 就是有座位嘛 定好 像今天的人們一樣 分秒必争的上班族們 總是愛在車站上買一份報紙 帶到車上或是辦公室裡去看 早上伯人館 那時候也得讓登出人館 那麼有麻婆 麻婆你們過來買 大概去伯人館 那個麻婆婆子 到特別公司 那休息人館 去哭哭還沒好 媽媽的報紙裡 竟然來了 出這裡 就麻婆麻婆 小小的車廂 就是一個濃縮的社會 擠滿了形形色色的人 發生著各種各樣的故事 一些人上來了 一些人下去了 大家都是匆匆過客 但也許自己的細節 就留在了別人的眼裡 我總記得有一個人 從來到車裡 很地出 他是這樣的 他到老婆門吃飯裡 吃飯裡 一管裡去做 做生飯裡 一到那裡 我地出了 走過去一搞猴子 一個生飯裡 肯定到他 已經不要了 在車廂之後 有著豪爽大方的乘客 就必然有 借著車廂擁擠趁機下手的小偷 乘電車的人 除了要提防他們 還要時刻 小心一類 專搶人帽子的拋頂工 當然 油軌電車留給人們 更多的還是一些快樂的記憶 對於年古七旬的潘阿姨來說 電車所承載的 是他與愛人戀愛式的美好事故 油軌電車 最清晰的 那麼我等我安靈來安靈 一人過休息天 那去不想 還要回西藏油軌電車 因為油軌電車 因為一個速度 速速不是最快 那麼大家爹爹爹 好像說他出自拿燈 也還是一種 爹爹的地方 還沒好 不一定多公寓 不一定多地獄 不一定會不會 那還沒發生 那ostreνα的怎麼要 裡面承載不稀 讓人體驚來 看著窗外的風景 一看著歲月 一點點的沉澀下來 幾十年過去 窗外的風景也變了 油軌電車 已經流在了上海的 往事之中 我到香港去 香港有客人 者有客人來 我有メント打電車 實際上香港交通出了很多 有地條 有大巴士 但是我呢 時侯有那個時侯一朵 那我要去的地方 我還是回去 趁那個有鬼地出去 甚至聽到那個噹噹噹噹聲音 因為我上海聽不到 我到香港再去聽那個噹噹噹 有鬼地出聲音 那麼回憶起來呢更高 後來活著又沒到 生活還在日復一日的繼續 有鬼電車早已消失在了上海的街頭 唯有從弄場飄出的兒歌裡 我們還能尋找到他即日的真面 當日律翻回半個世紀前 人們還能在外灘散步的時候 聽見電車撒下一路的鈴聲 也還能坐在電車那木製的長椅上 浮相連篇 將日律翻回今天 也許不久的將來 有鬼電車的身影 會再次出現在南京路 人們又能坐上那古朴的電車 感受一下今日上海的優雅 與繁華 我是周亮亮 每個星期的這個晚上 這個時刻 讓我們相聚在時髦外婆 一起回味和領略 那些漸漸離我們遠去的 滄桑和風情 民以食為停 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 上海就匯聚了各地風味的小池 而且上海本邦的小池 更以其精緻而聞名 上海人以對吃的高標準 表達了咱們對生活质量的追求 下期的時髦外婆 將帶您去回味當年的各種名典 中文字幕製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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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製作人員